注意看此时路段比较堵车 这辆白车逆行开了上来 咱们车主也是顶了上去 人家都在排队 总有一些人爱钻空子 大部分堵车都是这种人造成的 好了这下谁都别走了 这种人最可气 估计平时也没少这么干 我说哥们我劝你赶紧往后倒车 不然你这样很容易挨揍呀 这时又有一辆车逆行上来 完了这下是彻底堵在这里了 这种人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你们两个急着去投胎吗 这些人就是欠收拾 一定让他们长长记性 我相信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哦好这下爽了吧 大家等着看好戏吧 视频车正常行驶 速度并不是很快 这时突然冲出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哥 还好车主是杀住了 看这个小哥的态度 咱们车主也是瞬间消了火气 我说哥们 骑自行车也要遵守规则 安全才是第一位呀 你看对面这远光灯 这根本就啥都看不见呀 强光本身就刺眼 再加上开着远光灯 这些人真的是该好好制止 夜晚行车 看到远光狗 一定要提前减速 安全第一呀 这种路段一定要左右观察 减速慢行 尤其是注意骑电瓶车的人 我去这是什么情况 你这不是找死吗 好好的电动车道 你不走 压着实现 一把就蹿到机动车道上来 还好前车速度并不快 不然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咱们正常行驶 我说前面这个电瓶车 有点杂技呢 小心点啊哥们 果然帅不过三秒 你说你骑个电瓶车 在马路上扭来扭去 你以为这很酷吗 你是真的没有吃过亏啊 这回长记性了吧